全球化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叫經濟全球化 那經濟全球化展現在三個面向 一個叫做自由貿易 因為自由貿易 所以帶來 全球化帶來自由貿易的一個狀態 那自由貿易的定義就是產品 是產品市場變成全球化了 也就是說像 外國人可以買到台灣產品 台灣人可以買到外國的產品 像比如舉個例子來講 我在二十幾年前 二十五六年前 那個時候的全球化的狀況 雖然已經很厲害 但是 所謂的國外跟國內的距離 在時空距離 其實還是算是遙遠的 那個時候 我有 老實記得我有一個表妹 她兩歲就移民美國了 然後她 在她大概快二十歲的時候 二十歲左右吧 她就回台灣一次 她不太會講中文 她中文講的很爛 她就只會講英文而已 然後她 她回來的時候 我就跟她 我們幾個表兄弟就帶她去唱KTV 然後去 台北走一走這樣 然後 很有趣的是 當她要離開台灣之前 我在她身上其實學到很多 因為她說 美國的男生跟台灣男生哪裡不一樣 她講 她解釋很多給我們聽 但是她不是重點 重點是她快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有問她一個問題 我說 如果要寄一些東西給你 我要寄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一個在美國的台灣人 她希望台灣寄給她的東西會是什麼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她是直接 當時我是大學生 那這個問題會直接 直接顯現我們的想像跟她的 跟她的實際的經驗 的差距是什麼 那在座我問各位同學一下 如果是你的想像 你覺得在美國的台灣人 希望台灣 寄東西過去 是寄什麼東西過去 多瓊你覺得呢 就是特產 特產 比如說什麼 吃的那些的 吃的 好 還有誰可以來 來想像一下這個問題呢 我來抽個人來回答 看看你在不在 鄭元 鄭元在不在 在 你說你說你 如果你是 就是你想像中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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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在美國的台灣人 希望收到台灣寄過去的 什麼東西 可以在講一次嗎 太小聲了 我太小聲了嗎 我 我剛才聲音沒有調 沒有調夠 老師可以講什麼 在美國的台灣人 在美國的台灣人 會希望台灣寄過去的東西 請問你覺得他會希望收到什麼 嗯 嗯 台灣的一些 特產嗎 近期的話可能是口罩或酒精啊 好 近期是口罩酒精 嗯嗯 有意思哦 其實當時我 可以靜音了 其實當時我的 我也以為是特產 然後來他講出來的答案 讓我嚇一大跳 原來不是 他說在美國的台灣人希望 做到的是台灣的報紙 他說特產那種東西 在美國都買得到 去China Town 什麼都買得到 什麼大溪豆干 什麼呢 什麼 什麼豆腐乳 什麼太陽餅 什麼 什麼罐頭 那種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有 他們全部都有 所以不稀奇啊 他們其實是不稀奇的 好 那這個當然很足夠我的意料之外 我以為是那些特產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邊會想念 台灣的小吃啊 什麼的對不對 跟你們的想像 其實差不了多遠 那當然這個就是很顯然 我們 我們其實是缺乏 這方面的一個 的一個生活經驗了 好啦 那不過現在自由貿易出來之後啊 你是產品市場全球化 之後在全世界各地想要買到什麼 東西基本上 困難 已經沒有太大的困難了 好 那 我再繼續 接下來呢 因為經濟全球化 所以產生了很多跨國企業 這個很簡單 因為 既然產品可以自由流通 所以 各 各個 大型的跨國企業就因此因運而生 這樣就一個特斯拉 一個很新的公司 還沒幾年 他的產品已經遍布全球了 而且到到全球各地都有他的點 這種跨國企業 他變成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OK 好 接下來 國際投資者變多 像比如說 那個 外資在台灣在台灣股市的一個投資 或者是外資投資台灣的一些企業 或者台灣的資金往外流通 也是有啊 像台灣人會去買 美國華爾街的股票 或者是什麼 郭台銘會跑去巴西設廠 會跑去美國 威斯康慶忠設廠有沒有 這些啊 什麼 德國的福士汽車跑去 跑去上海 設廠 然後在台灣也設過廠 德國福士在台灣設過廠 好 那個有什麼 那個什麼T4那種 那種 福士那種T4那種橡皮車有沒有 那個就在台灣生產的 啊 像這種國際的 國際的投資客會變多 資金會在 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會到處流動 啊 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了 你要知道啊 古時候 唐 唐山上 玄奘大師為了要去 因為為了去學金 還得遠度從 跑很遠跑到天主去 啊 後來還催生了那個 吳晨恩寫那個西遊記 對不對 那個時候是那麼的落後 現在 現在的那個產品啊 資金的流通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已經很順暢了 OK 好 第二個政治全球化 全球化帶來幾 幾種現象 這裡 這裡其實講的是現象 那這個現象指的是 像比如說 國家對企業的約束力降低 像比如說現在政府啊 政府對於那個大型企業的一種 那種 拘束能力已經不如以往了 以前企業必須完全聽 拼命於政府 現在是企業經常是凌駕在政府之上 企業打算怎麼做 那政府是 修法去配套 通常是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這樣造成這樣子 因為很簡單啊 你的經濟全球化 帶來資金流通的一個方便性 所以企業的 企業的那個 那個資金的流通 國家的 能夠去伸手 經濟管制的那個能力已經下降了 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哦 是降低 因為你比如說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的一個先進製程 國家還是不准許他對中國大陸輸出啊 技術不能輸出 可是他如果是 如果是到了那個 那個 比較 他不是第一級的先進製程 我們就可以准許他輸出 你說他輸出到中國大陸 到中國大陸去設場 設什麼6吋晶圓廠 8吋晶圓廠 12吋晶圓廠 這些 沒關係你就去設吧 反正那個不是最核心的一個技術 製程 這個部分就不管 管不到 其實也不大容易管 可是最先進的製程還是管得到 這就是國家對企業的約束力不是沒有 而是開始下降 那 當然你從這個 這個概念也可以從哪裡去解釋 可以從地理上面 你所學到了核心 半邊鎚邊鎚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去知道 因為一個國家只要掌握到核心的技術 那這個核心技術 理論上是國家會去掌控 不能對外輸出 但是這種東西它隨時都在變動 比如說有些核心的東西 當他掌握到更先進的技術的時候 他的原本的核心會 會重要性會下降 重要性下降就可能會往 半邊鎚的地方去流通上去這樣子 這個是國家對於 企業的約束力降低所產生的一種 外觀 大致上是這樣的 好 那這是政治的全球化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二個政治全球化的 展現的方式 的面向是國際組織的影響力變大 那國際組織你可以去想像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WTO嗎 WTO它的影響力就 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就變大 像比如說它的 它的一些 法治層次或者是一些 條約 它是可以去壓著 會員國去修改它的國內法 像我們的 我們的菸酒稅率 我們的洋菸洋酒 這是菸跟酒的稅率 我們就必須跟著WTO走 這感覺上好像主權有一部分讓出了 這讓出的原因就是因為 國際組織的影響力變大 那類似的狀況不只出現在WTO 像WHO 國際勞工組織 都會有影響 當國家解決它自己 全球化造成的問題 的時候 跨越國界的國際組織 往往才能夠發揮它的影響力 你說一個國家可能扛不住 你比如說這次的疫情好了 疫情是全球化的問題 連一個 光個武漢鬧出疫情來 全世界都動腳 像這種狀況 你一個像台灣也快扛不住了 美國也扛不住了 其實沒有一個國家扛得住了 這個 通常需要透過國際組織的力量 去一起合作 這種國際組織的 能力大這件事情 他是一個看得見的 所以國家常常會受到國際組織的約束 那內容你們可以再 這個內容我才要講一下好了 這個例子可能值得講 歐盟允許最貧窮的國家 像武器之外的任何商品 以免關稅的優惠出售給歐盟 像歐盟在照顧 貧窮國家 這個國際組織在照顧貧窮國家 所以歐盟就變成 5.5%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 那甚至出口到歐盟 所以占2018年整體出口量 40% 其中成衣又占 那個 那個 出口總共的7成 其實現在你知道 現在我們買到了很多 很有名知名品牌的成衣啊 那些運動品牌 很大的大的 我不知道你們手上有多少這種 也許有些民運動品牌 中學可能有這種意義 你注意看他那個標 那個衣服的標 你看他是哪裡正常的 你只想會看到一個很陌生的地 這個Campo 那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其實目前衣服出口非常多 他就出口到歐盟 歐盟在賣到台湾 那通常不是從柬埔寨直接進來台湾 是先出口到歐盟 然後從歐洲再進口 進口衣服進來台湾 你就發現他居然是柬埔寨在製造的 像這個 這個國際組織 他對於單一國家的影響力已經很大了 好 這是第二個現象 第三個現象是國際政治協商會變多 當政治協商變多 這個我們這裡 以例子當然可以講 利用什麼APEG啊 非政治領袖會議 然後我國代表 以多國領袖會晤 討論全球訓練 這個是課本裡面的例子 我們來講 現在的例子好了 像疫情的這個時代 前幾天不是又有美國的軍機 帶著一大堆疫苗 降落台灣 然後 降落台灣的承擔機場 然後之前是日本的 飛機也載著124萬機疫苗 降落在台灣的 台灣的機場 那像這個就是國外援助我們 那個疫苗 哎呀這個疫苗他來 這個怎麼來的 那一定是透過一個國際協商 做產生的 他不是單純的買賣 他根本也不能賣啊 這件事情當然你 我不知道你們去 掌握這種訊息的能力如何 那老師解釋給你們聽 像現在啊說什麼 說什麼 呃 台灣的企業家或者是什麼 慈濟啊 什麼佛光山啊 他們想要去國外去購買醫療 回來 回來台灣捐助什麼的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別的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疫苗的上市 必須經過嚴格的人 人體臨床實驗 那理論上這個時間 應該是5到7年 5到7年才能夠獲得正式的授權 所以基本上 疫情爆發到現在才一年多 兩年不到兩年 還不到兩年的時間 怎麼可能有正式授權 所以目前世界各國在打疫苗 都是用 都是對於疫苗的生產廠商 生產出來的疫苗 都是用緊急授權的方式在 在 在流通 那緊急授權是要由國家來擔負 最後的安全把關的責任 就是比如說美國教生生產出疫苗好了 那美國政府必須對教生 做緊急授權 那緊急授權誰負責 這個疫苗出問題誰負責 是美國政府要負責 所以像這種疫苗生產廠商 那生產疫苗的時候 經過美國政府緊急授權 這個是美國政府要擔責任 所以所有他們出產的疫苗 全部要經過美國的聯邦政府採購 卻只能賣給他們國家的中央政府 所以 疫苗全部的權利 都是 全部的權利都是 中央政府的 那中央政府拿到疫苗之後 再來決定他是要 多少給國內施打 多少要去 不管是賣還是捐 給 其他國家 現在目前都是這樣操作的 所以不可能會有從 不可能會有從什麼 從那個 那個 藥廠直接把疫苗賣給某某人 然後再由某某人帶去哪個國家施打 因為這樣子那個疫苗沒有人會負責 所以這個關於這種 疫苗的輸送啊 他肯定是一個國際政治協商後的結果 因為一定是政府對政府 也不是政府對廠商 你不要以為說 中華民國政府 跑去跟交生 美國交生公司購買疫苗 不行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也只能對美國聯邦政府 去談疫苗的事情 所以目前這種緊急授權下的疫苗 他並不是一個可以自由買賣的一種商品 包含那個德國也是啊 德國的BNT疫苗 日本的AZ疫苗 這些疫苗都是必須經過 還有英國的莫德納嘛 這些都是必須經過政府對政府去 去談判的 去做協商的 好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 國際政治協商會變多啊 好 越來越多的協商都是經過 不管是雙邊還是多邊 好 去談 具體的事件 好 那老師再舉一個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 中國曾經多次對 其他國家 包含在中國自己的國內法 反分類國家法 裡面也曾經 曾經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不准許任何國家的軍機 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不准許 可是這件事情 昨天不就破 前幾天不就破工了嗎 美國的軍機就降落了 就降落了台灣的機場 你看中國 中國也只能說 表達嚴重關... 中國昨天嘛 昨天發布記者會說 他表達嚴重關切 說這個是一個... 呃... 他已經向美國提出 嚴正的反對立場 他只能這樣喊一看 為什麼 因為你即便是你已經 你已經去 去建立一個原則 也會在國際政治協商的狀況下 會被挑戰 這是常見的狀況 在政治全球化之後 這已經變成一個常見的狀況 所以以前所立下的 像若干原則 都已經開始在變動 只要一協商一發生 所有的原則都會改變 這個是一個... 在意識形態來講 這是一種世界的趨勢跟潮流 像現在你不覺得嗎 現在的教育也是如此 都是某一個東西 概念一提出來 做下去之後 然後我們一邊做 一邊修正 而且還給他一個很美麗的名稱 叫滾動修正 這就是原則已經開始 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再被遵守 都是以具體個案的協商 這個在政治全球化也是經常見到的狀況 好 接下來第三個叫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這裡比較簡單 是因為全球的文化會開始趨同 我們最早開始趨同的應該是什麼 語言啊 穿著這種 像各位同學 你們現在的穿著 應該都是西式的穿著 襯衫啊 T恤啊 這種 涼鞋啊 這個全部都不是原本我們文化內的東西 吃的東西也都趨同啊 你們什麼以前 像現在疫情是不能聚餐 以前這些同學出去玩 要吃飯 你自然而然 你大概不會說大家出去都是吃豆肉飯 可能都是麥當勞吃漢堡什麼 漢堡薯條可樂什麼炸雞 這個全球文化開始趨同 看電影要看什麼 是要看台灣的電影呢 還是要看 玩命關頭呢 對不對 還是要看不可能的任務呢 還是鋼鐵 還是什麼 鋼鐵人 還是什麼之類的 漫威系列的 沒發現全球文化開始都走向一致性了 這也是一種現象 這在文化全球化裡面的現象 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文化衝突 文化融合跟衝突 文化融合跟衝突 其實是在趨同的概念下 還有相異 相異之後的一種變動 像面對文化趨同之後 在地文化有時候會去吸收文化 傳進來那部分 然後再去改良 這個你要從哪裡看到呢 老師建議你們可以去試著 查一個東西 你去查台灣麥當勞的菜單 跟美國麥當勞的菜單 你去比對兩邊的菜單有何不同 然後你再去想想看 你會欣賞哪一邊的菜單 通常結果你會發現 好像台灣的真的比較優位 像這個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文化融合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有一個叫文化衝突 文化衝突是指說 在地文化可能會跟外來文化 產生極大的不同的觀念 會有這種觀念 像伊斯蘭的基本交易派 跟西方文化的一個格格不入 這個就容易發生 但是這種發生 他有可能也會在某個 某一個變因出現的時候 他會又走向融合 但是這個有一些是更 根本上的不同 像比如說 剛才不是講說伊斯蘭跟西方文化 的一個根本的不同 這個要融合的機會 其實是很低 那類似的狀況像台灣好了 台灣的一個 對於自由的定義 跟中國大陸對於自由的定義 這兩個的文化想法 恐怕也是有很大的落差 可能很難溝通 你很難跟他講 你很難跟他去說明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那個 那個全球化的概念 接下來我們來講 很重要的 剛剛講到一個東西很重要 叫做國家治理 好 全球化對國家治理的影響 這裡我們要先提一下國家治理的定義是什麼 老師在上個大概10分鐘 就要下課了 老師把這個國家治理這部分講完 不知道治理你們大概 他的 我們在這一本講義的最前面 在講到治理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 治理 國家在治理 他其實是已經調整了一個概念 叫做政府跟民間 這個我們以前在高一 高一的時候有參過這個課程 這跟民間的說明 那當然 這個你如果 看不懂 你那會辦一下 這三部分 就在這裡面 你會去辦一下 政府政府的民間是什麼 不過這裡 他底下還是有 還是有聲明出來 他說國家治理目前是指 由一股國人 藉由什麼 藉由四個角色 其中一個角色叫政府 這個是你們最能夠理解的 政府在治理國家 可是目前的國家治理 民主政府的國家治理 不再是把 不再是把治理的 責任放在政府手上 和事 家戶 企業 非政府組織都要合作 這是我們第二章講過的觀念 這個你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那麼 那這個全球 全球化之後 對國家治理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 他等於說全球化之後 所帶來的國家治理的改變 那這裡有一個全球分工的利與幣 這個 這個 我們前面的國際貿易課程 其實有講到這個觀念了 就是廠商會把生產線 移到生產中的比較低的國家 這個時候輸出國 租出的國家 會 工作機會減少 所得會降低 會影響國內的消費 這個部分當然就是 全球化之下 所帶來國家的影響啊 直接影響到國家的一個經濟的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跨國企業是輸入國 那輸入 你是輸入國 當然就帶動經濟發展 提高國民所得 但是這個是指正向 其實他有一個負向的東西 他這裡沒寫到 就是 比如說我們舉台灣的企業好了 台灣的企業移出到越南設廠 這件事情 在台灣是不是工作機會就減少 所得降低 影響台灣的國家自己 可是對輸入國的越南來看呢 好像越南的經濟就會引起發展 對不對 但是你們發現 當台灣把一些高污染的 高污染的一些企業 移動到法律規範比較鬆散的 越南去的時候 越南也因此吃下了那些污染 他這裡寫正向的 可是負向他沒寫出來 即使在全球化分工之下 輸出國跟輸入國各自有各自的利 但是各自也有各自的利 這個就是對國家治理一個很重要 很大的一個挑戰 我國家本來乾乾淨淨的 結果因為全球化 導致我國家的這種 這種乾淨程度 也受到嚴重的挑戰 這樣子我國家怎麼管得下去 變成說全球化切 介入到國家治理的部分 那個觸角已經生得很深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國際規範與默契的影響 這裡舉了一個很大的例子 這兩個例子都是他 是本人舉的 就是國際規範跟默契 往往對國內產業有重新 這裡為什麼出現跟默契老師 怎麼會談 這裡的例子是指說 歐盟將某國列為法治 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移業 黃牌警告名單 我們列入這個黃牌警告名單內 黃牌跟紅牌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來我們先看紅牌好了 如果未改善的進入到紅牌名單 歐盟就會禁止 我國將漁產品消往歐盟 因為歐盟對於紅牌名單 是禁止漁產品輸入的 進去我國的漁業署統計 這樣子的話直接影響到 我國的利益就是數十億元 可是你說老師這個是國際規範 那默契是什麼意思 默契指的是說 我們還沒有進入到紅牌 而是在黃牌的話 他們本身貿易商就有那個默契說 只要進入黃牌 他就已經開始不願意購買我國的水產 不用到紅牌了 黃牌就不會給它累啊 這樣之後就會影響到我國的遠良漁業的發展 你比如說我們的遠洋漁船 開出去捕魚 理論上 漁船開出去捕魚 如果是近海的 它捕一捕就回來了 在台灣賣魚 可是如果是遠洋漁船的話 它開出去 它是不會回來台灣賣魚的 它漁捕了之後 它會到處 它靠哪個國家的港口 它就在那裡的港口賣掉 如果它開到遠洋 它比如說開到 非洲附近的海域去捕魚 它可能就繞到歐洲去賣魚了 可是這個時候像是我國的魚產品輸入 這個時候我國的魚產品輸入 這個國際規範跟默契 直接就對國家的產業產生影響 這個也是一種的例子 好 那此時呢 政府必須發揮同盒協調相關機構的努力 努力的改善現狀 讓這幾次符合國際規範 像我國就是農委會 就是會統各相關部會 去在法律架構上面去修正 管理監控措施也加強 水產品的可追溯性有沒有出現 還有國際合作等四個陌生區 去推動一些措施 這樣子做 那最後在2019年 我們解除了黃牌警告 就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的話 台灣的水產品會受到影響 OK 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經濟面的影響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對社會面的影響 好 對社會面的影響 在全球化的這種狀況底下 不同國家的那種生活習慣 工作型態 消費方式 藝術人文等等 都開始出現一致化的現象 那這種衝擊 對弱勢文化來講 是很要求的 那可能會很慘 你比如說先 剛剛舉過一個例子 我說你們去決定要去看電影的時候 比方說看電影 我們就打開電影 打開電影 電影頻道 第四台電影頻道 你去看看你會去看哪 你會把自己的目光停留在哪一個電影台 大家大致上都是停留在哪一個電影台 你會發現那個藝術人文的那個 那個一致化的現象是很明顯的喔 老師剛剛講說那個玩命關頭 雖然我對玩命關頭是沒有興趣的 可是 很多人都很感興趣啊 可以一撥再撥 撥到現在已經 撥到第九集了 很多人在追啊 哈利波隊也在追啊 對不對 魔戒也在追啊 那個什麼 這種一致化現象就很明顯 但是這個對 對不起 對弱勢文化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 蠻嚴重的一個衝擊 好 好那 另外有一個人口移動的衝擊 人口移動的衝擊 他也蠻簡單的 很快就可以理解了 人口移出 會對 那個 勞動力來講是一種事 因為他把勞動人才 培育好 要做資源的 培育好之後結果跑到國外 去工作 不然就是 你這個人口可能就是一個損失 可是人口移入是代表賺到 當然賺到 產業發展的角度 只要人口從國外移入 那我們就知道 可是移入者如果過多 人是移入者 通常有文化衝突 就比較需要長時間的時間去磨合 這不見得OK 像比如說台灣的外型移工很多 他們在平常的生活習性 是假日的一種會 不見得跟我們這個區域 不能夠非常合 他們的文化概念 我們的文化跟他們經常是這方面的衝突 不見得完全好 好這最後一個來講一個環境面 全球分工底下之後 會直接影響全球氣候變形的價值 當然這個有提到幾個問題 就是像他那個全球 會不會有的 有機會 會不會有的 也是 好像這兩個团書 是在跟我們 上升 什麼 我們就非常生長 其他的 不一拿 對 會不會有的 這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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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三分鐘 那麼久 好 好那沒關係我們今天就 我跟老師跟各位同學講 我把那個畫面分享出去一下 等老師一下 拜拜 老師一下 老師剛才已經把課程推進到146月的表格 第2點結束我們第3點流程要講 那不管老師如果沒有聽到的話 希望你們再自己看一下 那麼 我們下次上課會從146月的下方 這邊開始進行 那在離開之前呢請同學注意 一件事情 我把 我還有兩個東西要給各位去 去看 一個比較有趣 另外一個 其實兩個都不錯啦 一個是知識性的就是 那個 TED的 的一個 演說 那老師現在分享我的畫面給各位 分享 這個畫面好了 好我現在已經分享我全部的畫面給各位好 那麼 請各位去搜尋一個東西 也是全球化 但是這個 你就搜尋全球化之後你看這一個 這個TED的演講 他有中文字幕所以他會很容易讓你閱讀 這個 這個大概有10分鐘 這個是很知識性的 你們可以去吸收 應該會有很大的收穫 另外一個是很有趣的是黃明志的 你打黃明志然後粉紅 去看他的 這個不管為什麼給你看是因為 他 他涉及到 文化全球化裡面的一些 一些 不同國度裡面的一些格格不入的現象 你就看這一個 被小粉紅像不敢在中國發全過影片這個 這個說明 他是民視新聞網 去轉貼的啦 那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在下課前 大概先跟你們講 可以再去 補充這兩個內容 好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那 下次見 各位同學可以再見了拜拜 我們再見 拜拜 感谢观看